出国在外最怕的呢就是遇到不熟悉风俗民情 外交部领事务市局印制了小手册 让民众了解出国的细节 不过却被中天记者发现 花十二万所印的三万本小册子 居然多数都印反了 这个页面颠倒引起争议 而领事事务局推给印刷厂商出错 现在重新再印又要再多花钱 过年档期旅游旺季 大批人潮赶紧办新护照 外交部领事事务局要让民众更了解 出国注意事项 准备大量小册子做叮咛 里头罗列各国法令风俗 甚至连反恐因应措施都有 不过仔细翻一翻 奇怪怎么页面会一阵一反 再翻也一样 一连做三页更夸张的是 现场乌龙手册的比例高达两成 民众觉得丢人 领事事务局常看得到外国人来办业务 要是真的被发现 起步一笑大方 夸张的是 花费公帑12万的3万本小手册 却有很多本都是NG版 这个错误我们已经发现了 那我们也已经通知厂商 就是说 要补新的这些更正的这个测数给我们 把责任推给印刷厂商 不过没确实查核 再改一次 就是再花一次人民的纳税钱 经济不景气 人民怎能服气 中心和客人红木箱台北报道